Hello,大家好,我是Jimpag,欢迎回来这个频道 这次这场影片会和之前的有点分别 因为这次开始将会连Overwatch的新闻片也做 暂时会想在一个星期整合Overwatch还有APAS新闻 不过当然,如果要同时推出两次游戏的新闻的话 这些影片的长度就应该不能那么强了 因为做每一条影片真的需要的时间不少 资料收集,打稿,重新整理,录音,剪辑,全部加起来不简单 不过就算是影片的时间比较短 我都会尽量做到精华那样整合 所有大家都需要知道的新闻 首先第一个新闻是Kiriko正式解放 不是那个解放 是在游戏里面,现在排位可以用他咯 那么因为这个英雄是在Overwatch 2才推出的 暂时有很多技术的天花向线 仍然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 如果排位对上他的话 就算你不熟这个英雄 也要记住他的大概技能 最重要的两招 Kiriko的1浮出0 可以解除所有的CC效果 例如是晕眩,被害,被冰住等等的debuff 记住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很多时候你的大技一丢进去 如果没有成功打中Kiriko的话 他的一招1就可以解除整队的负面状态 让你一整个大技无效化 如果队伍有意识地追在一起 然后Kiriko玩得好的话 的确有可能直接无效化对面的大技 另外一个要记住的是他的ShiftG 顺影步 因为可以在30米的距离内顺移直接传走 而且发动的时间都非常的短 他的技能又有强奶量高 作为一个补士的威胁度很高 在会战上都应该先集火杀掉Kiriko 然后万圣节活动将会在25号开始 有很香的新造型 几个新的都很好看 不过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现在有新的造型就要克金 不过因为官方说 想要补强开服的时候伺服器的问题 活动期间登日就能拿到这个洗神造型 还有一个雪包的武器醉事 这是第一次Overwatch 换收费模式后的活动 看你们会不会因为造型太好看忍不住了 除了造型还有PVE的活动 是有玩Overwatch温的 应该也玩到梦的Jenkenstein Revenge 但在后面加个新的名字 叫新郎之怒 那不清楚除了角色 换成是三个新的英雄加SY 其他内容有没有改 最后活动还带来周末两倍经验 其实21号已经开始 这个到24号 还有两个周末是28到31号 还有11月24到28 下一个新闻是因为垃圾镇这个地图有一个漏洞 让场上的人FPS大大下降 所以官方决定暂时禁用垃圾镇这个地图 之前可以在这个位置 像画面像那样发动这个漏洞 场上的人会卡到动不了 暂时还没有公布 什么时候会成功修理后再启动地图 到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 下一个新闻就是 之前Torbeon Bastion 因为有漏洞所以暂时禁用拿具修理 Bastion的bug那个时候让大忌变成超级OP 真的超夸张了 现在官方终于成功修理 将会在10月25号放他们回来 各位Torbeon Bastion的main 可以准备新型打rank了 下一个比较有趣的新闻跟经济无关 反而是Overwatch 2里面 本来的重点PVE相关的内容 有玩家发现在制定场选择国王大道 还有Hivana这两个地图 使用某些设定可以走进去暂时在PVP里面还没有开放的区域 这些位置之前还没有公布过 所以玩家马上觉得 这些内容应该就是为了让人期待的PVE内容而专门加上去的 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进游戏看的话 可以跟我现在画面下的教学 当然暂时流出可以在里面看到的内容不多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没有兴趣尝试的 也可以看画面就能看到暂时所有的新内容 最后讲经济玩家最关心的内容 游戏平衡 在高端的方面 玩家一直有人在说 女坦,Diva,Sombra暂时有点OP 所以一直都有传他们将会被nerf 现在这个流出师傅验尽了这一点 以下是流出的更新日子 Sombra的Hack禁用技能时间 从1.75秒减到1.5秒 而且被Hack后不能再Hack 这个改动是为了防止你一直Hack到打死敌人 例如是在Kiriko的大机里面 冷却减小后 又见连续Hack下去 那当然你也能等到Hack结束后再开 但感觉像没有那么无脑 第三是被Hack后的真相 从细10%减到25% 然后是暂时被称为是最强的Zarya的减弱 这个很合理吧 现在高阶它的出强率实在是太高了 它的Bubble期许时间从2.5秒减到2秒 然后每个Bubble的冷却时间 由10秒加到11秒 接下来是Diva 会把ShiftG撞到人的伤害 从25减到15 然后它的左键机枪散射 从3.5加到3.75 看数字的话暂时看不出来 是一个很大的nerf 最后是Genji 我自己认为这个有点躺住也中枪的感觉 不过我不太会Genji 所以可能这个nerf是比药的...吗? 刘初德跟新日志写 它的最大子弹数从30减到24 但最香的还是把手里剑的伤害 从每发29减到27 不知道你们对下面这个减弱有什么看法呢? 毕竟这个游戏我也还没有真正认真打牌位 而且游戏想要对牌位作出保护 所以新的账号剩出50场才能开牌 真正的meta都还没有开始神行 以上是Overwatch 2这周的新闻整合 觉得对你有帮助的不妨按个赞 想看更多Overwatch内容的 也可以考虑订阅这个频道 那这次的影片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 Bye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